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UP主的频道 那么呢今天的给大家分享的是GTA线上最新的无限经验值 还有冻结金钱的攻略 你可以看到我升级升的多块 对不对经验值一直在涨 那么呢右边的15亿金钱是怎么来的呢 这15亿金钱呢是之前三店巨牙刹现金卡免费的时候买了 买了15亿 不想错过这些好福利的话 大家就可以关注我 订阅我的频道就可以第一时间获取GTA线上最新的攻略了 值得注意的是Xbox PS4 PC呢 三个平台呢都有这种bug 但是呢方法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把PS4的方法照搬到Xbox或者PC 那么呢Xbox这个方法呢 是我和我朋友研究了两天才研究的出来了 很多细节要注意啊 那么呢很不幸的是Xbox他需要三个人来合作 也就是你还需要两个朋友 那么呢第一个朋友呢 他需要首先返回故事模式 然后从菜单进入大人战局 对的没错 大人战局呢是其他玩家无法加入的战局 当你进入大人战局之后 通过菜单的线上模式猜思 找到二楼星制作的跳赏活动 随便一个跳赏活动都可以的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呢 叫做跳赏大厅 因为后面的操作呢 要用到这个跳赏大厅 好现在的操作呢 就是正在跳赏啊 在空中滑翔 接下来第二个朋友 他也是需要在故事模式 通过菜单进入景线邀请的战局 注意景线邀请的战局 当他进入景线邀请战局之后 通过线上菜单 找到二楼星制作了泰坦菜式啊 进入 接着在泰坦大厅这里待命等待 好的接下来就轮到你操作了 是你要卡bug 然后你的两个朋友来帮你卡bug 那么呢首先呢 你要在线上把你的出生地 产生地改为随机 然后再返回线下 在线下的话 最好选择卖口罩的话 成功率又会高很多 接下来你要通过密集 RBB BRT左右左右左右 来提高一个景线 哦对了 刚刚忘记说了 你在线下的话 需要通过菜单 然后把那个自动储存 也就是自动存档的功能给关掉 然后呢 再手动存档一次 再堵档一次 总之呢 就是你卖口罩叫警察之前呢 要确保你那个自动存档是关掉的 当然了 我不担心啊 因为大部分老玩家 都是自动存档已经关闭的 接下来你要按着菜单键补放 先不要松开哦 等他狙击手来 松开 然后他就进入菜单 然后接下来 我们要准备把网线 或者其他断网的方式都可以 那么呢 当你断网了之后呢 移动光标到选择角色这个界面 然后当你重新插上网线之后呢 当你重新连网之后 出现这个界面的之后 赶紧算件A 然后他就出现一个警告 好的 我们再看一遍 那么呢 首先呢 你要在断网状态下 提前把光标移动到选择角色这个界面 当重新连网之后 出现这个界面的瞬间 赶紧算机A 这样的话就成功进入到了 这个界面提示 目前无法使用二楼新的游戏服务 如果你说到的是 与二楼新的云装伺服器的联系 也会复这个警告的话 直接按笔返回即可 然后切换到麦克再试一遍 可能你操作太慢了 所以说会弹出这样的警告 这个时候呢 只需要返回重处再来一遍就好了 好的 我们回到这个 目前无法使用二楼新游戏服务的警告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只需要打开菜单 找到那位正在跳伞的朋友 那么呢 尝试加入他的战局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 他一定要在跳伞 而不是在跳伞的大厅 如果他在大厅的话 这个加入游戏的按钮是灰色的 你是加入不进去的 当他正在跳伞在滑翔的时候 你就可以点击加入游戏 这个时候呢 数十秒 然后再点击A继续 就是在这个界面等十秒 当你点了继续之后 他会散现一个警告 这个不用管 接下来会黑屏一下 然后弹出一个注意 这个时候要再按一次A 接下来他会弹出一个警告 你要加入的这个战局人数一码 这是肯定的 你是无法加入达人战局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按A继续 然后呢 立马打开菜单 找到那位正在警线邀请战局的 泰坦大厅的朋友 然后加入他 接下来还会弹出一个注意 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要动任何的按键了 就不需要按了 让他自己消失掉 当然消失掉了之后 他会继续尝试加入GTA线上模式 这个时候打开菜单 设定啊 网络设定 我们要数4秒 也就是让他撞4个圈 记得不能超过4秒 然后呢 我们就返回到GTA游戏里面 这个的话 建议每隔30秒测试一次 每次测试4秒 有助于你更快的连线到线上 否则的话 你会掉出去 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驾照完了 准备着陆了 待会呢 你要准备疯狂点按A 因为你着陆的瞬间 会弹出一个加入新战局的提示 这个时候你要瞬间接受 加入泰坦的那个战局 那就是这样 接下来你就会加入到 你拿我再紧性邀请战局的 好友的泰坦踏亭里面 好的 接下来你要叫你的朋友退出去 然后再重新开一个泰坦菜市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等就好了 等他开一个新的泰坦 当他开了新的泰坦之后 让他邀请你 然后你开始这项任务独自进行 然后接下来通过菜单 接受他的邀请 当你接受邀请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新的提示 你确定要加入这个战局吗 这个时候让你的朋友退出泰坦菜市 然后你再点A继续 接下来还会弹出一个警告 此战局不存在 无法连线 出现这个警告的时候 你不要马上点A继续 等个两三秒 然后再点A继续 总的来说 你就是在故事模式 叫个警察断网重联 然后尝试加入那位好友的大能战局 当然了 大能战局你是加入不进去的 这个时候就尝试加入那位警线 邀请战局的好友的泰坦菜市 当你加入泰坦菜市之后 他就退队再开一个新的泰坦 然后当你再次尝试 加入他的新的泰坦之后 他退队 你就加入不进去了 然后你就会返回到线上模式 现在建议大家再测试一下 那的类型 每隔30秒测试一次 有助于你更快的回到线上 我之前有好几次在这个地方 没有测试那的类型 然后就掉出线上了 就失败了 还得从头来过 当你再次回到线上了 之后你打开玩家菜单 来看一下他是不是双重菜单 你看现在已经显示双重菜单了 就表明已经快成功了 接下来我们到机场上面这里 这个地方的东西 实际上整个地图都有 不一定要 非得在这里 好 接下来我们要站在这个东西的旁边 准备吃了它 在吃它之前叫你的大人战局的朋友 进入跳伞的大厅 不要开跳伞哦 就在大厅等着 接下来你就加入游戏 它会提示 正在取得GTA线上模式详情 然后又会提示 你是否要加入到另外一个新的战局 这个时候你按着持续键 右键不放心 你莫数5秒 大概在第3-4秒的时候 你就可以听到你这个人物 吃下这个东西的音效 当你数到第5秒了之后 就点击A继续 接下来它还会出现一个新的警告 这个时候不要急得点A 然后心里数个2-3秒 然后再点A 这个时候不出意外的话 它会回到线上模式 大拉拉 视角会变得很奇怪 这个时候你打开菜单 进行一下泰坦猜试 但你到了大厅之后 再退出来一下就好了 好的 现在Bug就卡成功了 我们可以验证一下 打开玩家互动菜单 然后买个弹药 看一下扣不扣钱 你会发现买了这么多弹药 整整的钱是不会扣的 钱是冻结的 这个方法就叫冻结金钱 那么接下来教你们如何刷经验 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到这个靶场 这个靶场外面的小桌子上 有一张卡牌 实际上这个地图上到处都有卡牌的 你们可以找一下攻略 好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无线的卡牌升级非常快 是不是 当这个卡牌不再散了之后呢 你就打开线上的菜单 进行一下泰坦猜试 重置一下卡牌就好了 我就是这样 从70多级升到300多级 还是非常爽 对的没错 这是目前升级最快的方法了 我一个小时就从70级升到300多级了 那么当你收集完这些卡牌之后呢 你就进行一下泰坦猜试 在大厅退出就好了 就可以重置这张卡牌 又可以重复收集了 是不是很开心啊 看到这个等级啊 这个经验值疯狂的涨 好的 接下来教你们怎么买车买房 手机是不可用的啊 我们通过线上点击犯罪新手包 然后呢 找到一个链接 然后点进去就可以打开网页了 这就是你熟悉的买车界面了啊 你可以买任何你想买的车 而且它是不会扣钱的 因为它是冻结金钱 在这里呢 提醒大家啊 不要疯狂的刷车拿去卖 因为呢 二楼星它是有卖车机制的 如果你一下子卖太多车 它是会把你列入封控名单 会把你拉黑的 卖车呢 是有冷却时间的 疯狂卖车呢 是个很危险的行为 好的 当你非常开心的刷完键 刷完东西之后呢 别急着离开 你要把它保存起来 怎么保存呢 首先呢 打开玩家互动菜单 选择自杀啊 以轻松的方式脱身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保存刚刚买的车 首先呢 来到车库的载具管理这里啊 假设我这里已经买满了车辆啊 然后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第一辆车呢 和所有的车辆的位置都调换一下啊 好的 当你把你买的新车的车库的位置都调换了之后呢 再选择自杀一次啊 因为玩家互动菜单 现在是双重的 所以说你动不了 你只能捏雷自杀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保存一下RP经验值 也就是刚刚说的300级 要怎么保存呢 首先呢 我们要升到二级警星啊 注意哦 是二级通级哦 而且你不能打电话 给莱斯特车出警星啊 你要自己想办法消除警星 不过这个还是挺容易的 但你消除警星会获得一些经验值 这些经验值呢 它就会保存下来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完全保存一次啊 首先呢 打开玩家菜单啊 选择风格 再选择套装切换套装 然后再按确定就好了 而由于呢 这是双重菜单 所以说你们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截图给你们看吧 虽然这是双重菜单 但是呢 它的菜单只有这一个啊 但你打开玩家菜单 出现的第一个就是这个了 那么呢 你这个时候按十字键下键啊 选三下就可以选到风格了 接下来同样的 再按三下就可以选到套装 在套装这里呢 按左右十字键就可以切换套装了 然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再返回 当你返回之后呢 右下角会有个黄色小圈圈在转啊 这个就表明已经保存成功了 好的 接下来就是完整退出了 怎么退呢 点击信息菜单 然后呢 点击制作器啊 通过制作器这里呢 寻找新的占据 yes 当你到了新占据之后呢 首先第一件事呢 就是检查你的啊 等级在不在啊 对的没错 已经保存下来了 那么呢 金钱呢 也丝毫不动 好的 这就成功了啊 bug也卡成功了 也保存下来了 那么呢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 加个订阅哦 获取最新的GTA5 欢迎到标告2攻略 那么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